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明目张胆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 2023年在美国在国际上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上一节我们说 美国的兵器推演很明显是针对东亚的一个军事策略 那么这个军事策略或许是个圈套 它令中国会投入更多的资源 那么在中国目前经济正在下滑情况下 中国如果在军备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的话 这对中国的经济一定是个巨大的压力 但是反观美国呢 美国也有自己本身很多的问题 2023年美国的经济到底怎么样 现在看来认为美国经济要走入衰退 是越来越主流的意见 但是这个经济衰退 到底让美国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只是寒风扫过还是地狱般的景象呢 讲到美国的经济衰退 大家都还记得美国前总统胡佛那个年代 胡佛那个年代 美国人真是连这个衣食住行都不能保障 那么而当年的经济大萧条 也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那所以美国的经济好到哪里去 坏到哪里去 同样会对世界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想请教一下会计师 你对美国经济今年到底会不会衰退 你的判断是什么 如果会衰退的话 会到什么样的程度 第一个我们来讲说美国的经济衰退 这件事情是已经是中暑州之夜 是所有各个专家也在评判一定会衰退 拜登说没有 拜登说美国的经济很好 你看我们的旧业 他的国度可能比较有乐观的情感在里面 乐观推演 乐观推演 但是基本上太多条件 必须台湾 这个美国经济一定要走向一个衰退 但是呢 我们看的不是衰退这个过程 是因为就好像你生病一定要先生个病 然后呢身体才会健康 而是我们看中的是美国复苏这个速度多快 而且它的条件是比全世界 具有最优秀的这个条件 速度有多快 就意思就说的是这个衰退有多严重吗 衰退如果不严重的话呢 那复苏就很快 所以大家都关心到底严不严重 严重我觉得是这样子 这个其实是可控可调 就是政策的整个推 这个配套措施 那就是说当然这个所有很多的这个拜登的想法呢 也许继续再花钱下去 我觉得这个复苏的方式 又会从要用别的方式的条件才能补足 疫情过程当中 我们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但是复苏不但没有到来 还会更加的下滑 是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看这个失业率 是因为有达到一些预期的目标 所以这个股市还是非常的判断 很好的状况下呢 但是呢 让这个联准会呢 再继续加息的信心有一点 那因为他们还是要把这个油民踩下去 才能够把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 彻底把它消灭掉 因为呢 这个的代价 就是第一个会有高失业率的 这个 作为一个 这个 产生的代价 第二个 其实呢 经济的衰退也是必然的副作用 你看这里面有个非常奇怪的逻辑 就是联准局说我们要加息 为什么加息呢 我们看到就业数据还依然强劲 说明美国通货膨胀还继续在 而拜登说我们美国不会经济衰退 为什么呢 你看我们的就业还非常强劲 拜登眼中看到了这个是一个正面的数据 但是在联邦储备局 他们看到了这个是一个负面的数据 在这一点上 联邦储备局似乎已经铁而心有个逻辑 我加息要加到你失业率上升为止 美国这个经济衰退 那是不是以这个失业率上升作为一个标准 进入了衰退 是 因为这样子的时候 那个美国才能够这个 所谓转变这个华力转升 是因为你应该有这个 大的失业率 我们说失业率如果一年内是达到10%的时候 它这个通货膨胀就会被压制的更有效率 或者是三年内的5-6%的失业率 那10%的失业率的话 那结果就是OMG了 我的天啦 是 但是你不能不承受这样子的苦难 因为这样子的时候才有可能华力转升的时刻才会倒立 是因为这样子是因为通货膨胀压不住 我们现在在讲经济 再怎么说你对怎么乐观 拜登再怎么想象美好 通货膨胀是我们现在看很多的地方的价钱 已经是上去下不来了 当然只有油价可能还可以 作为这个人员政策改变 通货膨胀一个最大的因素除了油价之外就是 人的成本在上升 这个是下不来的 还有当然我们现在这个生产链在转移中 也要承受这不一样的成本加高的状况 当然人的成本太高了 所以基本上大家是 人的成本加高又请不到好的人 现在已经是说只要有人来就好了 所以说以前的这个 所谓能力资源在雇用的时候是 怕人家这个来的时间不准时的时候 这些人大概都不用去录取 现在只要有来不管你有没有迟到 只要有人出现 这个符合这个可以被聘用的录用的一个标准 你知道这个所谓能力资源 这个聘用的这个标准一直在降低中 因为实在是找不到人 尤其第一线的那种所谓的服务业 根本是很多的这个难题是 再加再高的钱还是请不到人 可能这个不是没有好的人的问题 是我根本就不用做的好 你都必须要请我 所以我就无所谓要做的好 是 所以而且还有太多的这些的补助或福利的话 其实也会推动这个 这个复工潮的这个问题还是一直在辞职 让这个所谓就业市场 我们所需要的第一线的人 这个时间点会一直往后延 所以我觉得其实衰退是必然 是因为伴随失业率 接下来是说复数 是因为美国具有全世界复数最好的条件 是因为很多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筹码够多 而且呢 在这个所谓的兵凶站委 在全世界这么多动乱之中 哪一个地方最好投资 或最稳定的钱可以放的地方 你们看到全世界各地 尤其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 在我们这个专业里面看到很多的钱 还是涌进到美国来 也许这个乐钱 不安全啊 最起码现在 就算以后要退潮走的时候 基本上这一年的时间很多的钱 还会park在这个美国这个市场里面 投资市场 而且美国如果在做更多的配套的时候 更多的指向可以让很多人 从这个地方可以找到投资的机会 当然我们可以讲人的成本太高 这一直是很多投资市场最忌讳的一个 因为成本太高 再加上如果说拜登在加税下去的时候 两个成本一上来的时候 你说这个投资环境是不是的条件 又变成不是那么优秀 但是如果说可以克服 或者说共和党可以把这些支出慢慢的削减 然后呢他们现在说最重要是说 他们是要对中这个所谓的 经济上的所谓的一个围堵了 这个中国委会 其实就在某种程度上是在经济上 就源头的打击 让美国的经济所有的产业链能够回到美国 让美国优先 所以其实这样的配套是不是能够成功 还端视我们其他的这人力成本跟其他的方式 能够做一些更好的一个投资环境的配套的措施 美国的经济的复苏才会有望 接下来如果美国真是出现经济衰退的话 最可能出现的领域在哪里 这个复苏是不是如刚刚俊俊兄的乐观推演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美国未来最大的问题在于他的内需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美国身为一个已开发国家 而且算是一个指标性的已开发国家 过去他们经济主要的来源都是靠全世界 带给美国内需 什么意思呢 以前我常常听到一个笑话 就是说中国的旅客来到美国 然后去看好莱坞 去看迪士尼亚赖乐园 他们都不买那些纪念品回去 因为为什么纪念品上面写中国制造 他觉得说我中国就可以制造东西 我在中国买就好了 何必来这边 但是问题就是说 这其实就是美国赚钱的方式 为什么人家不去中国买你的纪念品 而是来美国看他迪士尼亚乐园 买那纪念品回去呢 因为美国就是创造一个 我是一个全世界的趋势 我是全世界最时髦的一个地方 你们来这边参观来这边买 然后买这些东西回去之后 美国就赚这些钱 未来我们看到其实美国这个失业率高 其实大家都把这个失业率 怎么讲呢 都误判了 就误认了这个失业率 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指数 其实他不是 因为这失业率背后呢 还有很多我们没有看到的一些地方 包括是说有多少人是自愿失业 有多少人其实是在做 有多少人其实他并不是失业 但是他其实是在做自由业 也不是说他设计 或什么在家里自己做一些小生意 但是虽然说没有办法去 像以前那个普通白领阶级 这样子赚得稳定的薪水 但是他们其实在失业率上面呢 也是有就业的 那这种种的那个数据 不能够让我们看到说 美国真正经济的问题呢 在于哪里 而是这个 我觉得联储局呢 跟拜登他们两个呢 都把这个失业率的这一个数字呢 看的不应该是一个 专家应该要去看的一个方式 因为他其实要看更完整的一个方法 他们现在都拿这个东西来为己所用 当我想证明我的政策是对的时候 这个失业率就可以有很多面 我喜欢这一面就拿这一面看 喜欢那面拿那一面看 其实我身边 我认识的几个年薪的朋友 他们都非常奇怪 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 你只要一说 你要回公司上班 他们的答案都是no 那所以现在美国这个失业率 到底的真实状况 正如你说的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具体的表现 其实你刚才讲的东西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我觉得是美国最未来潜在的一个危机 什么地方 就是劳资方面的纠纷 劳资方面的所谓的劳工市场里面 这个没有效率的部分 我们知道说这次美国的贸易代表 去跟台湾谈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重点 大家很少去谈的 大家只在乎这个晶片 只在乎这个科技 医疗 但是美国要台湾接受的一点 就是说你的劳工市场 你的劳工的权益 要跟美国相等相近 什么意思呢 表示说我们这边可能会 要必须要花成本 去照顾劳工的部分 你也应该要有 我们这边呢 会让劳工有一些自由呢 跟他们去反抗资方的一些权利 你们也要有 这个是美国最近这几年呢 一直在宣传给全世界的地方 为了就是要让全世界成本呢 都跟美国一样高 这一方面呢 其实也是要来让美国 这一个就业市场呢 看起来并没有那么难看 那这个就是一个 北美自贸协定里面 就非常突出重点这一条嘛 这三个国家 你必须的劳工的福利 最低薪水都要有所提高 跟美国越接近越好 那就美国的 这个就与说的劳工市场 也没这么难看 我真的觉得这个 在未来呢 会在对美国产能 造成一定方面的伤害 因为呢 这个其实我们知道说 现在很多的公司 它面临状况就是 员工可能坐几个月 可能坐几年 觉得说 我已经知道 这个公司的政策了 我进去公司工作呢 就是要去抓 它的不完美的地方 然后呢 我要出去的时候呢 就是找一个机会来 告公司 为什么我们知道说 美国现在福利发放 给失业的那个 救济金呢 有一个很大的条件 就是你必须要是 完全不是你的错的原因 离开公司 那你要证明的就是 公司对你不好 那你进去之后呢 你不喜欢这公司了 你退出 在过去呢 这是没有办法拿救济金的 因为这个是 不合理的一理由 但是如果说 你找到一个 一个小小的瑕疵 你说中国就 那个公司就是 因为这个方面呢 让我离开的 这个就是展开 一个新的局面 可以让它一方面 连进救济金 同时呢 搞不好可以拿到赔偿 所以这个是美国 我觉得未来经济复苏的 一个很大的潜在的危机 那我们看Amazon最近 它砍掉这么多员工 一方面可以讲说 它开始走自动化的路线 另一方面可能是 他们已经预测到 未来呢 最大的问题 很可能在于人力 美国的劳工市场 我们之前讲过 就可以预期 机器代替人的事情 越来越多 那慢慢就变成了 美国的普通劳工 事业劳工 他们如何维系 他们基本生活 那维系基本生活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 美人发给 这个基本的生活费 那这就令到 民主党 这个政党的 政治资源 大大增加 那我们最近看到 拜登正在川普化 我们经常说 其实拜登川普化 有非常明显的标志 对华政策 当初 2020总统大选的时候 真是很多华人以为 选上拜登 美中关系就可以好 我们在节目里面 讲过无数次 这种是这种幻想 拜登上台的时候 对中国更加强硬 第二个拜登正是川普化 就是能源政策 今天美国的汽油价格 能够下降到这种地步 其实并不是 国际石油输出国组织 增产这么简单的 一个因素 是其实美国 现在的传统能源 已经有点像 当年川普一样繁荣 所以美国今年会变成 全世界最大的 石油出口国 这点我想明昌 非常了解 那么再有就是 最近我们看到 拜登的非法移民政策 180度大转弯 比川普更加川普 这些拜登的政策都说明了 其实拜登也知道 接下来美国的经济形势 将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衰退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衰退之后 美国经济什么时候复苏 如果这个复苏的时间 比较来得快的话 2024拜登手上 会拥有更多的筹码 怎么看现在拜登的政策 川普化跟现在美国经济 以及2024大选这个关系 是我们光看能源政策的改变 让美国现在摆脱了 这个能源价格的问题 当然我们知道传统能源业 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快 能够在联邦土地上面探勘 钻心井 但是这样的动作 其实是一个意义上的宣示 让整个传统能源业 愿意和美国政府配合 那么这样子的举动 也就控制了整个美国能源市场的价格 那么整个未来世界的走向 当然还有牵涉到俄罗斯 委内瑞拉 伊朗 这些油国组织 他们出口油的数量 还有这个市场的变动 但是至少美国有自主价格的这个能力 那未来呢 当然我们知道美国的拜登政府 还对美国的经济有软着陆的梦 但是呢我们知道传统的经济结构 应该是解决不了现代通货膨胀的问题 嗯 不管是利率也好失业率也好 事实上这都只是一个抑制通膨的工具 但真正解决的问题还是要创造新的裁员 所以拜登政府很多政策上面 事实上是寄望于新能源产业的 在美国的生根 尤其是电动车电池这样的产业 如果在整个中国供应链转移之后 这些产业能够进入到美国制造 替美国制造的这个部分 创造大量的就业职位的话 那么对美国的经济才是真正有用的帮助 那我们也知道现在拜登在墨西哥开这个 北美高峰的领导人会 事实上除了为了移民的这个事业之外呢 也就是为了新能源事业在北美的布局 我们知道整个汽车工业加拿大和墨西哥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汽车零件制造业 这样子的一个产业链 如果能够重新在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再创荣景 那么美国有可能在新能源汽车这个部分 再次领导世界 再来就是寄望于芯片事业 在未来尖端晶片在美国制造的这个趋势下 由美元来控制芯片的交易市场 当然在整个芯片制造业来讲 墨西哥和加拿大是没有突出的角色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墨西哥是有矿产的 对于这种稀有矿产 墨西哥其实是有相当的锄量 那么加拿大当然在尖端的芯片设计上面 各方面的产业配合上面 它也是有能力和美国高科技接轨的 那么这个部分事实上 它是为了为整个世界上芯片制造业 落脚的地方找寻除了美国之外的替代方案 因为有许多国家 他们不愿意直接进入美国 甚至有些过去 在美国因为高科技的产业 在美国受到制裁的阴影 很多尖端科技不愿意直接进入美国 因为我们相信过去台湾也好 韩国南韩也好 都有很多高科技业的负责人 在美国坐牢的经验 在这样子的一个阴影下 事实上有很多尖端科技是不愿意直接进入美国的 那么在加拿大或者是墨西哥 替他们找到落脚的地方 而进入整个美国制造的供应链角色上 是对他们有帮助的 那么整个新的产业如果能够结合 它才能够创造新的裁员来解决经济问题 包括这一次日本首相访问美国 事实上是以军事的角色最主要 但是我们知道日本经济在长期30年的萧条之下 事实上要解决日本经济的问题 也有新的裁员 事实上就是军工产业 因为在和平宪法没有成功修宪之前 日本的军工产业不能出口 而如果这个捆农所解开之后 那么日本对全世界的军购市场上面 如果能够进军的话 它将对日本的GDP有重大的贡献 那么对美国的防卫也好 还是日本的经济也好 都有相对的贡献 所以整个美国目前 不管是尖端科技也好 新能源汽车也好 甚至传统的制造业 美国政府都呼吁像戴尔惠普这样子的公司 能够把产业转移 至少离开中国制造 然而这个阶段 事实上它的目标 还是希望在尖端科技的部分 尤其是未来在量子电脑 或者是储存车技上面 能够直接进入美国制造的环节里面 让美国能够完全控制世界最尖端的技术和应用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晶片同盟 晶片同盟拜登喊了很久 去年喊到现在还没有正式成型 最近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新闻 就是北朝鲜的无人机 居然跑到南韩的总统府上就绕了一圈 我们过去不是讲过萨德导弹系统吗 这个萨德导弹系统厉害到什么程度呢 包括在台湾的铺路爪雷达 厉害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中国的西北导弹基地 飞起一颗高尔夫球这么大的一个物体 美国的雷达马上就能够侦测到 但是问题是在北韩这样的一个军事技术的国家 它的无人机居然可以绕南韩总统府上空飞一圈 如果它带有这个攻击性武器的话 那么我想南北韩战争就再次爆发了 但是这个事情告诉我们说 是不是有人在提醒南韩 其实你的军事威胁是非常大的 如果你不跟我站在一起的话 那么你的安全就无法保障 这个站在一起当中一个南韩最跨不过的一个门槛 就是这个晶片同盟 是 因为晶片同盟果不过去讲过了 南韩加入 它在中国的半导体的企业将会受到重挫 那么南韩整个经济也会重挫 因为它过去太过依赖中国了 但是如果韩国不加入 中国可以打开一个缺口的话 美国围堵中国的整个计划 那么就彻底泡汤了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日本的产业经济大臣已经说了 在高科技上面我们必须跟美国站在一起 我想什么高科技跟美国站在一起 说到底就是半导体 韩国现在正在面临这个两难的局面 所以拜登如果再这样布局下去的话 那么拜登的经济政策 基本上我们就看到越来越多的效果就会显现出来 我们知道中国跟美国过去这几十年的贸易 为美国带来了大量的好处 其实也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利润 生产供应链转移必须回答一个问题 过去中国所获得的利润 今后会在哪个国家被转移到他身上 我想测试生产供应链转移当中 美国一个手上最大的筹码 这个筹码是不是就是金天兄你说的美国经济复苏的筹码 是因为今天不是说自己赚钱 是说你怎么分配资源 这其实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因为我就是领头羊 所以说我跟怎么样合作 我还是可以分论 所以基本上美国经济是说 它可以用很多的方式 这个合作联合的方式 最重要是它要把核心的东西带到自己手上 因为我们说过去是石油美元的时代 未来可能下一个阶段就是晶片美元 今天如果说要用什么其他货币来取代美元 美元如果控制最重要是晶片的话 是过去未来最重要的一个资源 那我说以后还有甚至是能源美元 包含这些粮食美元 很多东西大家都用什么最需要 这个就像赵峰兄刚刚讲那个逻辑一样 迪士尼我是一个文化产业 但是我这个文化产业创意在我手上 我的一些旅游产品可以给你们加工生产 加工生产完之后 你中国人来这里不买 不代表欧洲人不买 不代表非洲人不买 所以这个利润还是在我身上 所以生产工业转移说穿了 就是你说的核心在我这里 但是我这个利益分配给谁 谁就会在经济上得到非常大的发展 同样也会令到美国的经济受益 所以我们讲说美国要创造的是叫附加价值 那美国当初最诟病 中国就是所谓的智慧财产权 因为它完全不尊重 所以说美国要把这个主导权拉回来 就是说让全世界玩同样一套的 这个所谓游戏规则 因为我们讲说这个价值观 包含游戏规则的价值观 这个经济价值跟所谓的平等价值要对等 美国可以做不对等的事情 但是它的不对等是某种程度上 是它掌握优势 所以基本上美国会从经济上付出 是因为它这些附加价值的掌控权 包含我们最近的看到就是说晶片美约的同盟的成型 因为它掌控晶片 也就是掌控未来的科技的整个主导权 那再加上它分配说如果产业链 不是说只到美国这个所谓的制造业回来了而已 它如果说分配到说东南亚或其他 跟它的所谓的同盟联盟里面 包含台湾这些的受惠的单位 其实日本它已经要受惠了 台湾也要受惠了 那韩国它举期不定的时候 它也要看到这个趋势是 如果再重新分配全世界赚钱的资源上 它能不能扮演一个要角 而是还是它要守旧抓住中国市场 是因为过去遇待太重 但是它所付出的代价 可能要看未来10年所付出的代价 是不是远远超过它今天 所固守经济赚的力头 是不是完全不成比例 这其实是应该韩国自己政府 要去思考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但是美国已经铁了心要这样子去走 所以现在我们说美国的经济衰退似乎是不可避免 但是这个衰退到什么程度呢 不但跟美国的国内政策有关系 跟整个国际关系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美国在转移生产供应链过程当中 有多少国家能够像日本这样铁了心 跟美国站在一起 有多少国家像菲律宾跟南韩一样 正在摇摆当中 其实这也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 我想在这点上 美国政府从来不会手软 来改变这些人的立场 2023年会发生很多事情 冗计衰退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顺利地度过这个浪潮 能够让我们生活在美国的华人 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今天非常感谢社会来宾 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意见 批判时事解读新闻 我是张修杰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